小朋友们好,很高兴又到了分享奇趣弹的时间啦! 今天,我们的小猪佩琪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很多狗狗奇趣弹分享哦! 哎,狗狗的耳朵颜色不同哦! 来观察一下,有黄色,蓝色,还有红色的耳朵。 而且,包装上面的狗狗表情,图案,都不一样哦! 看这一个,有很多不同的狗狗图案! 这是一个狗狗医生,它的眉头皱得紧紧的,应该是在为病人担心吧! 里面有巧克力,糖果! 这是一个实用的存钱罐,这里是硬币投入口。 我们就是将硬币从这儿投进去的哦! 然后钱就存进里面了! 哎,拆掉了包装,它是这样的,没有衣服了,只剩下表情了! 哇哦,里面有很好吃的奶片! 尝一尝! 尝一尝! 嗯,真好吃! 又香又甜,还有点沾牙,像是奶糖,共有五块奶片,小松鼠,贴纸,它在玩球。 汽车,总动员,玩具。 里面有贴纸,可以把它贴在本子上,书桌上。 很棒哦! 好,再插这一枚。 这是一个调皮可爱的狗狗。 它挤着一只眼睛。 看这是什么好玩的。 啊! 蜘蛛! 数一数,它有几条腿,好多条腿。 一,二,三,四,五,六,七,八,共有八条腿。 这两个呢是触角,它的屁股上面有一个孔,可以把绳子穿进去,戴在手腕上面,戴在身上。 看,它的材质很软。 不用担心,会被扎到。 小松鼠。 它好像在削面包。 又是五块好吃的。 牛奶糖。 这只狗狗在做什么呢? 拿着工具箱。 还有工具,像是一个钻头。 应该是在工作吧,是不是工程师啊? 应该是在维修机械吧。 啊! 这里,为什么有这么多小松鼠贴纸? 嗯,它在吃面包。 它很喜欢吃面包。 原来是这样的。 刚开始,它发现箱子里面有面包,然后, 开心地吃起来啦! 很好吃哦! 然后,它用刀把面包分成两块。 又得到了好吃的牛奶糖。 咦? 咦,这只狗狗,怎么了呢? 又是调皮的狗狗,急弄着一只眼睛。 哦! 它手里拿着调色板,在画画。 这只狗狗在民私苦想。 在画什么好呢? 怎么画呢? 怎么画好漂亮呢? 这是一只狗狗画家。 啊! 蛇! 橙色的蛇。 啊! 真可怕! 小朋友们,怕不怕时啊? 又是一大张贴纸。 好啦! 小朋友们! 拜拜!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! 拜拜!